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最新的國際形勢 有兩單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單消息 日本近來就動作頻頻 對於抗衡中國的態度 顯得越來越積極 在去年的12月中 日本就曾經公開地對德國喊話 呼籲他們要對東亞地區派遣戰艦 而德國國防部近日已經做出了決定 將會在今年8月 派遣巡防艦巴伐里亞號前往東亞地區 可以說是回應了日本的呼籲 而在4月中的時候 日本也會和德國舉行2加2會談 目標就很明顯 無非就是要抗衡中國 第二單消息 在近期 法國就和美日印澳四個國家的軍事合作 越來越緊密 不單止從今天開始 一連三日在孟加拉灣的樹 舉行了五國聯合海上軍事演習 而且在5月份的時候 法軍還會首次踏足日本境內 去到九州的冒島 進行美法日三國聯合軍演 目標當然也是劍指中國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現在我們先去看看 日本近期的動態是怎樣 他們和歐洲的合作關係 越來越緊密 和頻繁 在之前 日本就已經是和英國 法國展開了二加二會談 所謂的二加二 其實就是 兩國的外交部長 和國防部長 去到4月16日 日本又會和德國展開 二加二的線上會談 可以看到 日本不單止是主動 跟歐洲聯繫 而且合作關係 更趨密切 說說日德的二加二會談 其實在3月22日的時候 德國和日本就已經在東京 簽署了一份 情報保護協定 這份協定其實就是規定了 兩國是可以交換軍事情報 以及促進軍售 這份協議對於兩個國家都有益處 首先對德國來說 有利於他加強參與亞洲事務 尤其是印太地區 對於日本來說 又能夠加強對歐的聯繫 其實日本 之前已經和8個國家先後簽署過 類似協定 包括美國 澳洲 和法國 等等 在這次的日德 二加二會談當中 究竟是會談些什麼內容 根據日本《獨賣新聞》引述的消息 這次雙方可能會針對 德國的軍艦停泊在日本的港口 以及 德軍和日本自衛隊 展開聯合訓練等等的事情 交換意見 同時也會就着 應對朝鮮發展核武 和導彈等的議題交流看法 但我相信 這些說法 其實就是擺門 真正要應對的 不僅是朝鮮那麼簡單 德國山場水遠 去到東亞地區 應對的 一定就是中國 德國國防部長 卡倫鮑爾 近期 開門見山 解釋了 為何要在8月的時候 派遣巡防艦巴佛利亞號 前往東亞地區 他就提出了有兩大原因 第一 他就說要確保航道自由和領土完整 因為目前 海上的自由航行 是受到了中國的威脅 德國不僅僅是港 而且願意行動 並且要向美國發出信號 卡倫鮑爾還提到 說中國有一個野心勃勃的計劃 就是想打造全球最大的現代化軍隊 而且中國顯然有意 按照自己的藍圖來重構世界秩序 迫使弱者來做一些特定的事 而卡倫鮑爾就重申 歐洲和西方國家 不應該做弱者 他就說得很明白 擺明就是要應對所謂的中國威脅 第二個原因 派軍艦就是要強化和澳洲 日本 韓國 和新加坡等的區域內民主夥伴的關係 他還說 日本是十分重視 德國參與對於朝鮮的武器禁運 當然卡倫鮑爾還有第三個原因 他就按下不表 我認為就是越來越接近德國的大選 大家都知道 在上次德國有兩個州 率先舉行了地方議會的選舉 卻之 執政黨就是輸到糟糕 而在疫情肆虐了接近一年多以後 有多個民意調查都顯示 德國人對於中國的觀感 是負面遠遠大過正面 比如說在上年10月 Pill Research Center 所做的一個民調顯示 德國有71%的人口 對於中國是抱持著負面的印象 如果德國對華強硬的時候 自然 他也是能夠拿到票 這個也是事實 當然這位卡倫鮑爾還說到 說要向美國發出一個訊號 就是德國不是只說不做的 是願意行動的 一來他就反過來 趁美國回頭 二來 就是趁美國 你家屎說要什麼聯歐抗中什麼什麼 現在德國決定要派遣軍艦去到東亞地區 一來就叫做回應了美國的訴求 因為德國就已經預告了 這一艘巴伐利亞號今年的航行 就是會經過南海地區 也是自從2002年以來 有第一艘德國軍艦穿越南海 美國較早前已經表達了支持 二來就是要把波抛給拜登 你要求的事情德國就已經叫做了 到你美國的回合又如何呢 除了日本和德國的2加2會談之外 我們又去看看第二單的消息 就是法國 近期和美日印澳的軍事合作關係越來越密切 這就明顯地反映到 亞洲版北約已經逐漸成形了 當然這個構想 就是當時特朗普總統和蓬佩奧所提出的 就說要基於美日印澳四方會談的基礎上 來建構一個亞洲版的北約 邀請民主陣營的國家加入 所以這就是特朗普時期已經推出的思維 為什麼他們會有這個想法呢 無非是想擺脫以聯合國為核心的框架來展開國際合作 因為特朗普早就已經看穿了 聯合國已經被滲透了 如果再繼續在聯合國框架裡糾纏下去 就只會對美國不利 如果不是特朗普怎麼會帶領美國退出世衛組織呢 而且在世貿組織那個所謂的上訴委員會裡面 本來就有幾個法官 由於特朗普的反對 搞到這個世貿組織基本上那個仲裁機制就是卡關的 就是廢了 加空了 就是基於特朗普不想再受到聯合國框架的限制和束縛 所以他才要搞這個所謂的亞洲版北約 就是要另起勞組嘛 所以那些人不要經常去吹拜登 他吹極都不會硬得過特朗普的 因為就算現在這個亞洲版北約承營 都不是拜登的功勞來的 他純粹就是繼承了特朗普的政治遺產 所以就不要經常吹拜登 沒什麼好吹的 因為這些東西根本上就不是由拜登所構思 或者是第一個推動的 所以就算要吹 麻煩都吹回特朗普啦 好了跟著我們說法國近期 跟美日印澳的合作 究竟是有多密切 首先來講 法國就跟美日印澳四個國家 共同展開了一次 海上聯合軍事演習 這個有名堂叫拉佩魯茲海上聯合軍演 在孟格拉灣的樹舉行 在上星期 法國駐印度大使館發表了聲明 說這次的五國聯合軍演 可以使得 五個志同道俠而且先進的海軍部隊 建立緊密的連結 提升技能 在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 促進海洋合作 又是講印太的 所以這次 其實他們的目標很明顯 就是要抗衡中國 只不過就是沒有寫出來的 除此之外 去到五月中的時候 美國法國和日本 就會去到日本境內的 九州務島的樹 舉行一次的聯合軍演 而這次也會是法國軍隊 首度參與在日本境內所舉行的軍事演習 根據《朝日新聞》引述的消息人士透露 三國都希望通過這次合作 來牽制中國 所以就會看到 法國近來和美日印澳的合作 全部的目的都是劍指中國 到底中國又將會有什麼 回應對於西方國家的舉措 在上星期 菲律賓指控大陸集結了200艘漁船 在與菲律賓有爭議的南海海域一帶集結 這件事引起菲律賓方面相當不滿 曾經派遣過戰機 走去這些漁船的上空那樹 盤船 大陸方面有辯解 他們說這些漁船 純粹是避風 大陸對著菲律賓可以相對強勢 甚至乎對著馬來西亞的外交部長 還跑去稱呼王毅做大佬 但是對著美日印澳 法國德國這些國家的時候 中國又有什麼的板斧來回應呢 大家都相當期待 在今天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對日本說了一些說話 他就說 中日兩國外長就著雙邊關係和國際地區問題 保持溝通就很正常 基於維護中日關係來之不易的改善發展大局 雙方就通了電話 有記者就問及到 中方就著涉港和涉疆問題傳達了什麼信息 趙立堅就說 在通話當中 中方就重點強調 涉港涉疆問題是中國內政 不容外國干涉 日方就應該正視客觀事實 遵守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尤其是 作為中國的近倫 日本對於中國的內部事務應該保持著起碼的尊重 不要把那隻手伸得太長 當然日本近來 對於中國的態度 就是越來越強硬 當然 不知道是他自身要強硬 還是美國逼強硬 總之不要管什麼原因 就是強硬了 包括以往 日本就著新疆的問題 他們較少來發聲 但是 日本外交大臣 茂木敏聰 在那一趟通話當中 直接跟王毅講到 關注新疆和香港的人權問題 並且強烈要求 中方要以具體行動 改善情況 這樣對中國提出了人權問題的關切 其實在以往 日本都比較少來這樣做 日本媒體就分析 現在日本的對華政策 其實都面臨著一個交叉點 以往來講 日本當然 想發大財 跟中國做很多貿易 發展旅遊業 諸如此類 但是 隨著 軍事衝突的風險不斷升溫 現在日本都要面臨著一個抉擇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